美國前總統川普與成人騙女星 暴風女丹尼爾斯 封口費官司持續延燒 川普在紐約多次出庭 也讓民眾搶看他在法庭上的畫面 半夜就有人排隊想領旁聽證 常常的隊列超過百人在排隊 通常只有12人的名額 可真是一味難求 甚至有人開始替人帶牌 從前一天晚上11點半 就開始幫忙排隊 除了川普的官司引起民眾注意 他的小兒子拜倫川普 將參加7月的黨代表大會 也是他的政壇首秀 除此之外 香港男演員封德倫 受邀出席川普的晚宴 一句話就溫倒川普 川普一時打不上來 由智囊團幫忙解圍 而馮德倫開心地把鏡頭轉向自己 露出得意的微笑 記得專一按綜合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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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只要要是否認識 已經夠不上來